晚上和闺蜜商量完赌门细节 我躺在床上 兴奋得有点睡不着 拿起手机 发现男友那边也是正在输入中 我感慨心有灵犀 直接播了语音过去 林川 你也激动得睡不着吗 再偷偷给我打小作文 那边的沉默让气氛有点僵直 我不自觉坐直了身 又怎么了 不怪我语气不好 实在是林川家已经出了太多幺蛾子 尤其是林川的那个妈 我正这样想着 听到电话那头林川他妈小声怂恿 你快点说呀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的心秃秃直跳 我下意识放大了音量 林川 说话 林川说话有点吞吞吐吐 就是碧海湾那个房子 我希望能加上我的名字 我松了口气 这件事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 现在就是重提 可能就是为了让他妈吃这个定心碗 我配合地说 当然可以 林川却紧跟着说 我查过了 房子拥有的产权是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的 加上名字还不够 你要写一个自愿赠予协议给我 保证我的权益 要不然离婚 我也分不到什么东西 他说完还不忘道德绑架 我一下 都是一家人 老婆你应该不会和我计较这么多吧 我好像脑袋被人用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我不知道应该吐槽林川家的算计和贪得无厌 还是应该难过我们四年的感情 它是以离婚作为前提规划的 我深吸一口气 语气已经特别不好 林川 这话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你妈教的 老婆 咱俩谈了六年 房子我住了六年 这期间你一直在还房贷 花的都是我们情侣共同财产 我活了二十六年 第一次听说情侣还有共同财产 还没来得及反驳 林川继续算账 我因为体谅你有房贷压力 平常吃喝生活费都是我出大头 你的钱都是我帮忙省下来的 你别不承认啊 咱俩共同生活的每一样 我都有留发票记录 我昨天算了一下 花了都快十万块钱了 没有我默默付出 你早就断工了 他还真是大言不惭 都给我气笑了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 你一个月工资五千 没你那三瓜两枣 我会断工 我越说越气 咱俩才在一起的时候 是你听说我家有房 非把自己的房子退了 半夜在楼下求我收留 住了六年 你给过一分钱房租吗 我一天最多回家吃顿晚饭 你和我说海鲜不能吃 寒性大 大鱼大肉不好消化 我每天晚上吃蔬菜沙拉 这十万块钱 还能都算到我头上 咱俩谈的这是 AB制恋爱吧 我全 你舔着个B脸白条 大概是我说中了 又大概是触动到了 凌川脆弱的男性尊严 他急痴白脸的大吼一声 语气从未有过的凶狠 陈金金 你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 他语气中是满满的得意 好像因为拿捏我而站起来了 我不想和你说那么多废话 要不然你就把赠予协议写了发给我 要不然明天 阿布 今天的婚宴 你就等着出丑吧 我们这边结婚在一大早 三点多就有人过来给新娘化妆 七点多新郎到家接亲 进行赌门藏婚鞋等各种游戏 随后给双方父母敬茶 赶在中午十二点之前 是必定要开席的 而现在已经凌晨两点 还有一个小时化新娘妆的 就要上门了 我扶植心灵 脱口而出 你家早就这样打算了 对吧 婚宴前 林川就大肆鼓舞我 说结婚一辈子就一次 需要各个阶段的人来庆祝见证 他背着我拿手机 在我压根不联系的各个群里 发结婚请柬 还挨个私聊我曾经的同学 同事 有些人已读不回 他甚至反复诱发两三遍 让我尴尬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我尴尬说 这个婚宴虽然不用他出钱 但也不能这么铺张浪 没想到这句话 伤了他的自尊心 那时我还好一阵地哄 出钱又出力 现在看来 他们是早就打好了主意算计我 我如果答应结婚 婚前一次拿捏 以后次次被拿捏 我如果不答应结婚 那真是赦死当场 会成为我人生中 所有圈子里的笑柄 林川也没否认 反而得意洋洋 你丢得起这个人 你妈丢得起这个人吗 她一个人养大你也不容易 你家亲戚应该全都来了吧 你忍心让她和你一起赔礼道歉 接受所有人的眼刀子 被人指指点点 我们现在退婚 不管过错的是谁 难堪的都是我家 因为林川家不要脸 闺蜜敲响我的房门 说化妆师提前到了 林川听到这边动静 认为胜券在握 嘿嘿一笑 我等你把赠予协议发到我邮箱哦 老婆 她赌定了我家要面子 赌定了我不会让我妈难堪 更笃定了时间紧迫 我全心全意对她 并没有什么应对方法 事到如今 我好像只有先答应她 把今天糊弄过去 再找机会翻脸 我低垂着头 扪心自问 面对这么一个恶心的逼 我等会能演好戏吗 那当然是不能 滤镜哗啦一下碎了 脑子就清醒了 只有醍醐灌顶的冷静 和后知后觉的厌恶恶心 我深吸一口气 林川 今天的婚宴你不用来了 咱们分手 电话挂断的前一刻 林川还在狗叫 和我分手 我看你多牛逼 办婚礼还能现场找一个新郎代替我 我当然不能 这又不是总裁文小说 我当然不能随手一指 就有一个暗恋我多年的深情男二 来替我解决麻烦 现实里的女人 遇到这种糟心事 还是得靠自己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 缓解情绪 一抬起头发现了 站在门口的闺蜜谢柔 她把门开了一条缝 只钻了个脑袋进来 不知道看了我多久 金金 你怎么了 我嘴巴开开合合 有很多话想说 最终却只和她说 对不起 她陪我忙活了小半个月 昨天布置了一整天房间 到现在为止通宵没睡 她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她 你别哭啊 发生什么事了 谢柔慌乱地过来抱住我 而我却注意到了 她关门的动作 她并没有把我的狼狈 攻之于众 我好像突然找到了发泄口 无尽委屈 断断续续地说给她听 说林川曾经对我有多好 我们曾经有多么幸福 我有多努力地畅想过这个未来 我只是不甘心 我只是不理解 明明是爱了六年的人 为什么突然就烂掉了呢 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在不断响起 我们看到属于林川的专属称呼 一次次从屏幕上跳过 我直接把她拉黑删除 眼不见为净 金金 你打算怎么办 我苦笑 其实我有在想 是请一个男模 还是找借口 单纯吃顿饭 毕竟请了这么多人 总不能让人家直接打到回府 饭已经决定要吃了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婚服肯定不能穿了 谢柔去给我选另外适合的衣服 和外头的化妆师 沟通其他细节 我妈撒着手机 最终还是给我妈打了电话 她果然没睡 语调里是调侃 怎么了 要嫁人了 舍不得妈妈 想和妈妈说点悄悄话 妈 我不打算结婚了 我妈那边沉默下来 大概是听出我的鼻音 她叹了口气 她没问我为什么 没指责我结婚当天胡闹 也没劝解我说 两口子过日子总要摩擦 她温柔地告诉我 你要做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 我给我妈简单说了事情原委 她主动说会负责 和家里的长辈解释 我哭着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妈这辈子 没丢过这么大的人 妈不在乎丢不丢人 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没有什么比你自己的幸福 优先级更高 手机叮咚传来短信提示音 我点开查看 上头提醒我的房贷 已经全部还清 她每个月都会自动扣款 今天刚好是还款日 最后一笔 我给酒店打电话对接 婚宴改为家宴 婚礼流程可以全部取消了 酒店经理一看 就是见过大场面的 她只问我多出的几桌菜品 如何处理 我和临川闹掰 预留给南方的宴席 自然多余 一桌七八千 预定金已经交了 酒店也不会给退 那不如用来造福社会 不用取消 按照原本的数量来 安排好一切已经九点 临川果然没有上门 她发了好几个好友申请 询问我有没有准备好赠予协议 老婆 女人有点小脾气是可爱 拿巧太过没有男人会喜欢的 我没去接亲 你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认真的 不是开玩笑 现在九点 时间还来得及 我看赌门找鞋 什么就取消吧 你直接在楼下等我 她倒是聪明 花她钱的她全都取消 对了 我之前忘了说 你爸死了 但我爸妈还活着 改口费让你妈多准备一份 要不然不公平 我把临川从黑名单拉出来 迫不及待打过去了电话 临川那边秒接 得意洋洋 我就说她得来哄我 你不急她就能急死 她估计是开了免提 声音有点嘈杂 似乎是等着和谁炫耀 这不是刚好 临川你个普信男 恶心逼 和你说分手听不懂是不是 人家黑天睡觉 你白日做梦 别一觉睡醒 啥都信了 我哄你 你以为自己 像了钻度了金啊 什么玩意长得 丑玩得花响得美 和个癞蛤蟆一样 杀比 一般人被我这么骂一顿 怎么都不会网上凑了 但显然临川他们 并不是一般人 十一点多 马上要开席 临川和他妈 带着他家一众亲戚 浩浩荡荡地来了 他们直接就往宴会厅里头走 进来之后 才发现坐无虚席 压根没有他们一家的位置 原本属于他们家的区域 现在坐满了环卫工人 临家几十个人 站在宴会厅门口 被所有人注视打量 不满地询问临川母子情况 临川他妈顿感没有面子 大声嚷嚷起来 经理呢 负责人呢 怎么回事啊 我们南方家家属还没到 怎么位置就坐满了 这些人我可一个都不认识 赶紧叫他们滚出去 把位置给我们腾出来 看着他像个山叶泼妇一样叫嚣 我就庆幸 还好自己跑得快 酒席是我家出钱安排的 要请谁是我的自由吧 临川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赶紧带着你的亲戚们 离开我的家宴 你应该不会这么不要脸 分手了还甜不知耻 来蹭前女友一顿饭吧 她身上还穿着结婚要穿的红色婚服 却没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和结婚无关 双人立牌已经扔掉 婚礼布置能拆的也都拆了 连大厅的BGM都不是浪漫那个调 她格格不入地站在台下 显得格外滑稽 临川双眼发红 好像受了天大委屈 陈金金 我们在一起六年 你就因为一个房子要和我闹成这样 这么让我难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物质的一个女人 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就真的一毛不拔 我反问她 付出多就可以获得一半产权吗 临川以为我松动 理直气壮地点头 我也笑了 这房子首付我妈给的 站字最大付出最多 所以我打算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 免得以后遇上一个和你一样拎不清的奇葩 什么都想奋一杯羹 婚宴的钱全都是我家掏的 临川他们自然被请了出去 经理好心地给他们介绍小的宴会厅 还有同档次甚至更高档次的宴席 阿姨上次来的时候说 钱不要紧 重要的是面子 越贵越好 您看 这个是我们新升级的菜品 今天正好新购尽了食材 现在就可以做 她家亲戚来了这么多 大部分还都是和她妈一样大的中老年妇女 那自然不能饿着肚子回去 我看到临川他们皱紧眉头 被经理带去了其他宴会厅 我就说 这个经理是见过大场面的 累死累活回到家 我倒头就睡 半梦半醒之间 似乎有人打开了我卧室的门 压制住了我的双手 我吓得一击灵 瞪大了眼睛 屋里伸手不见五指 我看不见压在我身上的是谁 却能感觉对方的目的性 对方挤进了我的双腿之间 不顾我挣扎加紧的动作 用膝盖直接往我肉上演 我因为疼痛松懈 对方又压下头来强吻我 一身酒气 我能感觉到对方的欲望强烈 我奋力挣扎 历声尖叫 被一把捂住了嘴 别叫了 吵死了 男人的声音让我正愣 我不可置信 林川 他摁了一声 开始手脚不干净地脱我衣服 被我一脚踹了下去 我又急又气又怕 你是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林川呵呵冷笑 情侣间的事情 警察才不会管呢 我正常输密码进来的 你又在床上躺着 这不就是对我的邀请 今天兵荒马乱 我装都没泻就睡了 密码之事 我压根没想起来 林川开始霸王硬上弓 一泡敏恩仇 再不听话的女人 操一顿就好了 如果一顿不行 那就操两顿 月亮从云层中钻出 借着月光 刚好可以看到林川的表情 这么恶心的话 他居然是认真说的 他居然真的是这样想的 疯了 真是疯了 我简直头痛欲裂 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 你够了吧 够了吧 你到底要怎么恶心我呀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就非要把我的六年 毁的一点都不胜是吗 林川 我真后悔认识你 啪的一声响 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 林川面目猙獰的可怕 你少给脸不要脸 老子忍你一天了 白天拿桥弄得那么难看 老子都没当场骂你 你知道今天请客吃饭 老子花了多少钱 好声好气 晚上过来哄你 你还不乐意又踢又踹的 以为自己真结烈女啊 他说着又打了我一巴掌 臭不要脸的婊子 跟了老子六年 老子完了你有上千次 早就被老子玩烂了 还装你妈的矜持 我从来没有觉得 林川这么可怕过 也从来没有对男女力量的悬殊 有这样清楚的认知 我怕得发抖 摸到了床头的手机 也不敢贸然报警 林川发泄了情绪 又过来温柔地抱着我 给我擦眼泪 老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说那些难听的话的 我就是气狠了 你疼不疼 别哭了 哭得我都心疼 他抓住我的手 轻声细语地哄 见我还是惊恐地盯着他 突然直起身 在自己脸上打了两耳光 他应该是用了力气 我听能道啪的一声响 震得我心头一跳 林川的脸肉眼可见得红了 但他毫不在意 甚至跪在床下求我原谅 给我道歉 我看到他收放自如的情绪 只觉得他更加惊悚 我挤出一个笑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有错 我们好好谈谈吧 他把我握在手里的手机 扔到一边 脸上满是感动 是为我的拾去 林川强行把我搂在怀里 和我推心致富 我听着他的话柄 听着他的洗脑 他话里畅想着未来 一字一句都需要我的牺牲达成 我顺从着他的话 过了许久才开口试探 我有点饿了 我们点个外卖吧 林川想做点什么 但他觉得还有一整晚的时间 并不着急 他拿起我的手机 毫不客气地点了海鲜 花了将近一千块 我点外卖的时候 习惯备注放在门口 这次外卖员也没有打电话 林川迫不及待地打开门 弯腰去拿地上的外卖 他因为男性的开门习惯 把门敞得很大 我站在他身后 用尽全身力气 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林川身体往前栽倒 扑出去的一瞬间 我飞快关门反锁 几乎就在 我锁上门的那一刻 门外就传来了 输入密码的声音 陈金金 你这个臭婊子 你算计我 等我进去 看我不弄死你 房门解锁失败 门外是林川暴躁的怒吼 和持续不断地拍门声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我用尽全身力气骂他 快滚 林川呵呵冷笑 你有种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林川一没背景 二没人脉 他能给我使绊子的 也就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而我在这段感情里面 问心无愧 付出比他要多得多 我问心无愧 第二天一早 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谢柔在电话那头 又急又气 林川那个恶心逼 我真是受不了了 他把你发网上了 说你是个捞女 我顺着他发来的链接点开 里头是一个PPT和带节奏的标题 恋爱六年 女朋友花了我十几万 我平时还送他各种奢侈品 礼物包包 结果结婚当天 女友毁婚 在婚宴上 把我和我全家亲戚都赶了出来 现在房门被他锁了 我无家可归 沦为笑柄 PPT里是一长串表格 记录了我们恋爱六年的生活开销 1.5元一个的包子 32.81元的外卖 26.5元的洗发水 林川和我说他都有记录 原来是真的 大大小小 每一笔精确到分 上头还有很多笔接近千块的大额消费 备注晚餐 而我压根就没有印象 表格画到最下 我看到了一串眼熟的数字 1251元的外卖 我打开手机订单 看到昨天晚上的海鲜付款订单 感情东西他拿走了 钱是从我的账户扣的 他还要算到记账里 说这是给我花的钱 真是搞笑了 捞女 毁婚 六年 十几万 奢侈品 哪个单拎出来都能引爆词条 更何况是这些的组合 我看到的时候 林川发的帖子转发已经高达两万 下头的帖子是两极分化 原来真的有人恋爱记账啊 1.5元的包子 4块钱的蜜雪冰成 我说真的 我小学弟弟出去请客 这个都不记账的 恋爱期间只有男的花钱吗 女的的消费算进去了吗 这个价格是 耶之前的 还是耶之后的 你们就挑便宜的说 奢侈品看不见 几百上千块钱的外卖看不见 转账红包看不见 六年耗费了多少心力 被欺骗了多少感情 哥们我说真的 这些钱你不光要回来 还要问这个女的 要精神损失费 男人的青春也是青春啊 林川给支持他的评论 都默默点了赞 似乎是在变相认同 他们的说法 原来谈恋爱 自己觉得问心无愧 并没有用 对方是个没良心的 照样会闹得很难看 林川的帖子流量很高 他在三分钟之前 还发了预告帖 我说了这些开销 我当然是有证据的 他删了我的好友 但是购买奢侈品的记录 我还是有的 还有他当初发的朋友圈截图 半真半假的谎话说出去 果然唬人 林川这些年给我送过奢侈品吗 当然送过 并且我也发过朋友圈 但真相是 林川送我一个一千块左右的口红 我马上就会挑一个三千块左右的硬盘 他送我的每一个礼物都能翻倍赚钱 所以林川特别喜欢过节 一年最多时候能过二十来个 情侣的节日他要过 纪念日他要过 平常的团圆节日他也要过 甚至什么愚人节光棍节 他都会主动买礼物给我 他还有各种送礼物的说辞 一套一套的 说他自己最注重仪式感 想给我最好的 实际上就是为了捞钱 可惜我删除了他的好友 这些记录自然烟消云散 林川想必也是仗着这一点 才在网上颠倒黑白 奢侈品礼物被林川放了九宫格 有购买记录 还有我的朋友圈截图 我看到上面的截图时间 最顶上的标志颜色都不一样 恐怕是他之前截图保存下来的 换手机都没舍得删 有几张图片露出了我的脸 很快就有人在下边评论了我的名字 天哪 女主角我认识 这不是陈晶晶吗 以我名字开头的辱骂问候迅速增长 说不定我这个素人的名字 很快就要挂在热搜词条上了 谢柔又打过来了电话 他都要急哭了 林川真的好不要脸啊 他这简直就是灵存整取难 他跟你在一起六年 那可是六年啊 居然每一天都这么算计你 他以后绝对下地狱 我真是要被气死了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不是会跟朋友吐槽的性格 所以我和谢柔的聊天记录里 也并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别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的 我把林川发的东西截图保存 发送给律师 起诉他对我的谣言和网报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当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甚至得利者 人们会把它撕得连扎都不剩 我用本名申请了一个账号 率先甩出了昨天晚上的 外卖订单截图 和门口可是门铃的监控录像 你昨天晚上闯入我家 用我的手机点了一千多块钱的外卖 并且拿走了 这笔钱也要寄在你的PPT里吗 我贴心地给林川打了马 免得他说我侵犯他的肖像权 而把我的帖子下架 视频记录了林川被我踹出门之后 暴躁的砸门和威胁 语气凶狠地压根不向受害者 门口的密码他一次又一次地输入 其间还偷偷躲在楼道里 直到声控灯熄灭 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在我门口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再次输入密码没有成功 才拿着外卖离去 舆论出现了一小波反转 妈呀 这个男的真是吓死我了 不敢想象小姐姐如果开门 会有什么后果 反转来得这么快吗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这个大兄弟的情绪 毕竟这个女的花了我那么多钱 又取消了婚礼 面子里子都丢了 咋地都得打他一顿出出气 再把我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我又放出了自己的购买记录 转账记录 里面的东西有球鞋 游戏机 男士香水 名牌西装和包包 还有组装电脑的各种零件 硬盘 机箱 显卡 主板 电源 光是这些礼物钱 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而在上个月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 他就已经蚂蚁搬家一样 把这些东西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林川从来不发朋友圈炫耀 我给他买的这些好东西 他只会拍照发在他们兄弟群里 他当初给我解释的理由是怕有心之人问他借钱 而且我就想炫耀给这些狗币 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看他们羡慕的流口水呢 都夸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林川的朋友 我因为婚礼的事情加了几个 因为林川说 别人过来参加婚礼 我们身为东道主 是要报销来回路费的 在我接到谢柔电话之前 就有其中一个朋友给我发来消息 问我需不需要群里的截图打脸 截图比较多 一千块钱 我全都找出来 给你怎么样 我当然答应 一千块钱转过去 对方很快发过来一个PPT 里面全部都是截图 上边是礼物图片 下边是凌川或打字或语音的炫耀 语音都转成了文字版 里面有很多是对我侮辱贬低的话 我问对方能不能录屏 对方回了我三个字 得加钱 录制的视频也发了好几个 视频里有凌川的微信主页 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头像和微信号 还有他的语音播放后 声音清晰传来 田狗给我买新东西了 这个绝不绝 不如买那个 这有什么 两个都买了不就行了 我和你说 哄着女人给你花钱很简单 你要找那种独立的 会回礼的 一开始就送那些不太贵的 不回礼 你就他说 反正吃的喝的也是你多 不吃亏 他如果回礼 你查一下价格 只要比你贵 别管贵多少 都可以继续下去 百分百回本 还有其他好东西呢 我之后分享给你们 我把截图修改达码发出去 确保只留下了林川的头像 和他说的话 最上头的时间 可能出现的标志 群名 全部都被我截掉了 我还放出了结婚当天 林川给我发的 好友申请里面 备注的截图 这可都是他上赶着 送上门的证据 什么房本加名字 这个男的真是恶人先告状 恶心死了 他自己不来参加婚礼 还说是小姐姐取消的 我也看到了 真的很偶 他把要花钱的项目 全部都取消了 还让小姐姐额外准备 一万块钱 生怕少了他的 咱就是说 但凡是个有情商的 也不会说出你爸死了 我爸妈还活着这种话吧 林川一开始就放了所有证据 现在我一条条垂过去 他反而被动起来 流量也为我做了嫁衣 我公开喊话 婚礼当天 你让我把我家的房子 写赠与协议送给你一半 要不然就不来结婚 让我们全家出丑 你白住在我的房子六年 我一分钱房租都没问你要过 就是因为你说自己会承担生活费 你这份PPT里面的所谓共同开销 有多少是你自己花的 有多少是我花的 你心里有数 对于你的谣言诽谤和虚构债务 我已经对你提起诉讼 花了你的我都折现给你 你拿了我的花了我的 也要一分不少地给我吐出来 我不接受二手东西退回来 请全部按照原价折现 下边的图片 是律师刚刚写好提交的起诉状 我并不相信 什么让子蛋飞一会儿 等什么舆论什么后果 这期间影响受苦的是我自己 能打脸 当然就要立刻付出行动 好消息 小姐姐脱离苦海 坏消息 奇葩难流入市场了 手机因为骚扰电话太多 我设置成了飞行模式 林川这次也长了记性 不敢在好友申请里面随便留言 生怕我在截图 他一条一条给我发好友申请 都被我无视了 我们两个走到这个地步 已经没什么好说 我现在就等着他进监狱了 房门砰砰砰的被敲响 声音格外急促 我以为是林川苟急跳墙 又来找我麻烦 没想到门外是泄柔的声音 金金金 林川找我了 他的声音带着焦急和哭腔 我甚至都以为林川正站在他身后 掐着他的脖子 我提着一把刀去开门 手里的拨号已经摁到了110 门打开 谢柔举着手机 正在发抖 金金 林川真的是个畜生 他后面没有跟着人 我松了一口气 让他慢慢说 他刚刚给我发了这些东西 说他还有其他的图片视频 我心里顿感不妙 接过手机一看 呼吸都停了一瞬 因为这都是我的照片 有的是洗澡的偷拍 有的是我睡着后被撩起的衣服 我第一次意识到 枕边人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词汇 图片你都看到了吧 告诉陈金金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要不然我就把这些都发到网上去 我还有我们上床时候的视频 你都不知道他叫的有多骚 谢柔也是因为婚礼的事情加了林川 我没想到林川会骚扰到他那里 谢柔已经哭成了累人 他似乎是想安慰我 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以为经过昨天晚上的事 我对林川的失望 已经到了最高限度 现在看来他是没有下限的 我把林川从黑名单拖了出来 他给我打电话冷笑 陈金金 我说了 你会后悔的 他对我发号施令 你现在把什么起诉状撤销 上网承认是你错了 再把钱赔给我 照片和视频我就全部删掉 你现在起诉我 我也就是把钱赔给你 但这个照片发出去 嘖嘖嘖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么被我操的 女人的桃色新闻会比真相传播的更久 更广 我深吸一口气 觉得嗓子干涩的难受 林川 这样犯法的 无所谓 你要搞老子 你也跟着丢人 跟着裸奔 你要把老子弄进去 你有本事就永远不要让老子出来 出来继续搞你 看你怎么跟我好 反正我是烂命一条 烂人一个 我又不怕你 你有车 有房 又有钱 是吧 我给你半个小时 赶紧把这些处理完 要不我就把这个视频 发在网上了 他那边似乎是点开了一个视频 里面有女人的叫声 我闭了闭眼睛 狠狠挂了电话 谢柔拉着我的手 金金 要不然就按照他说的做吧 我们赌不起 这可是一辈子的神经病啊 他就算威胁你 就算拍了这些视频 那也不可能坐一辈子的牢 他总要出来的 你还有阿姨 还有我 用你的清白 去换一个人渣报复 一点都不划算 许多道理其实都懂 但到了自己身上 到了亲近的人身上 总会有顾虑 总会愁畜 总会软弱 总会妥协 在我动摇就要答应的前一刻 我又收到了信息 我还有其他净报的东西 但是收费比较贵 要五千块钱 对方发过来的 是一个打了马的截图 这张图片 我太眼熟了 我刚在谢柔的手机上 看到五马版本的 群里发了很多 都是五马的 我抖着手赚了钱过去 对方没有理由骗我 林川发的图片 今天并不是第一次 之前也有过 一开始是我穿着衣服的 来来 给各位看看好东西 敬报吧 不错吧 还有不穿衣服的 等他睡着 或者洗澡的时候 我偷偷拍给你们看 然后是各种偷拍 全部都是光溜溜的 甚至还有几个 带声音的语音 我这还有视频 想看详情的兄弟 转账给我呀 二十一看好吧 时间跨度断断续续 我看得眼泪 一滴一滴砸下来 林川他们 把我称为一手车 因为我和林川 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处女 我也终于知道了 刚刚的聊天记录里 林川说 要分享好东西 为什么大多数人 发的都是 写眼笑的表情包 我以为林川说的 好东西分享 是指之后 勒索我更贵的礼物 没想到居然是这些 他居然趁我睡觉 偷拍我的照片 还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录了视频 那可是几百人的群啊 他不知道发了多少个 我的隐私 在他眼里 可以给他免费看 我只有他见过的样子 二十就可以让别人也欣赏 而他现在居然用这些 他已经给别人看遍了 发遍了的东西 想来勒索我几十万 我恨透了他 恨不得把他的肉 生生咬下来 我给他朋友留言 愿意格外给他两万块 只要他帮我报警 提供他的手机作为证据 我拿你的钱超过三千 你不会告我敲诈勒索吧 我做了保证 转账的时候 还备注了自愿赠予 哎 我也是个正义的人 虽然贪财 但我应该是唯一一个 来找你的吧 我相信你 妹子你可不要搞我呀 对方来的时候 我当他的面 删除了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以及手机里面 保存好的截图 我报了警 提供了林川刚刚打电话 威胁我的语音 同行的有一个女警官 对我的遭遇很同情 和我保证 一定会让坏人 接受应有的惩罚 我当然相信 警方去抓捕林川的时候 她还在尽可能地发展下线 她的手机里 不只有和我的视频 她在恋爱期间 就开始屡次出轨 手机里隐藏了许多交友软件 到处约炮 经过调查发现 林川还约过一个未成年 并且拍摄了视频 和对方保持了不正当关系 我恶心透了 连夜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 还好没有脏病 林川传播淫秽色情视频 敲诈勒索 传播谣言等罪名成立 判了12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未成年人那个案子 因为对方父母拒绝报案 未成年发生关系的时候 已年满16周岁 有自主行为能力 所以林川只赔了一些钱 就私下和解了 判决下来那天 林川妈活生生晕了过去 她醒来之后 就在我家门口撒泼打滚 又哭又叫 说我害了她的宝贝儿子 我不得好死 我也很关心她 阿姨 林川虽然进去了 但是她的债还是要还的 你们家的房产 应该早就转给林川了吧 他们家怕我算计 在我们结婚之前 就已经把房产 全部转到林川名下 毕竟结了婚之后 以后这个东西继承 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会不会被我分走一半 那可不好说 我提供的证据 减去林川所谓的花销 他们家还要赔偿 给我二十多万 我还要感谢他们家 动了这样的歪主意 让林川名下 虽然没有一分钱 但有一套房 可以拍卖执行 要房子 她妈只能掏空家底 去借这二十万 不要房子 他们就只能流落街头 她妈最终 还是拼凑了二十万给我 后来 她家房子 还是没有保住 听说她妈 什么都不懂 被村里的亲戚 骗去借了高利贷 不过几年 就债台高垒 还不等林川出来 心心念念 想保的房子 就已经被人家收走 就算是这样 钱也没有还清 听说她妈一把年纪 还在到处 求爷爷 告奶奶的想办法 但因为 他们全家的人品名声 已经臭了 儿子在监狱 她自己又没工作 没有还款能力 自然没有人借给她 听说 她妈几乎被逼疯 没事干 就去监狱探监 把林川骂得狗血淋头 说所有一切都是她的错 我去接闺蜜儿子 放学那天 再次看到了 关于林川消息 她出狱后 第一件事 就是用刀连筒 自己母亲数十刀 把她的嘴唇 舌头 全部都割了下来 喉咙也切得破破烂烂 隔壁的邻居 听到声音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 她正浑身是血的 蹲守在我家门口 林川被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我们的事情 被人扒出来 就是重提 很多人在我账号下面 流眼安慰 姐姐现在独美 真的太酷了 有点 但这事 你不觉得 太酷了 这事 算了